近时,三位航天员在天河核心舱内开展了细胞学研究样本回收工作,包括回收取样液带、细胞培养板回收、样本转移等步骤。 此外,航天员还进行了应急呼吸装置载轨测试。 该装置是专为航天员设计,以应对压力应急条件下的特殊情况。 进驻空间站以来,航天员陆续开展了载荷出舱、设备测试、实验项目实施、舱段检查维护等工作。 作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首次载人飞行任务,航天员景海鹏、朱阳柱、桂海潮将在空间站驻留约5个月, 将开展电推进气瓶安装、舱外相机抬升等平台照料工作。 将完成元器件与组件、舱外通用试验装置等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。 按计划开展多领域大规模载轨实验和试验。 有望在新奇量子现象研究、高精度空间时频系统、广义相对论验证以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面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。 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,让载人航天再次走进中小学生课堂。